昨天呢 蘇貞昌跟他抓起來一樣 他跟林毅華 林毅華質詢他的時候呢 簡直就是比林毅華還大聲 到底誰是立委 然後跟侯孟凱呢 侯孟凱質詢那時候 他甚至還把他的 侯孟凱的媽媽 郭素春郭委員 郭前委員都拿出來講了 然後同時對於 這個賴士寶的時候 甚至他你看 目露凶光 這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鄭麗文就說了 鄭麗文說 又吵架 又囂張 背詢都才問候媽媽 這個說這個 你媽媽也不會質詢 也不會像你這樣的態度 他是這樣跟侯孟凱講的 他覺得鄭麗文說 你是怎麼了嗎 你在公堂之上 提人家的媽媽怎麼背詢 這麼沒有水準 行政院長是要準備換人了 所以你會很大 這麼抓起來 這麼沒有禮貌 昨天的這個背詢 整個真的讓人看了 也是覺得真的是超級傻眼的 那現在在我們的視訊線上的 就是桃源市議員 劉許婷 許婷早安 主持人早 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是的 許婷 你昨天你有看到立法院這樣的質詢 連環就看到蘇貞昌就這樣一直 哄哄哄哄哄一段 不停的在冒火 你怎麼看蘇貞昌他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他怎麼會這樣 這個政治獨夫的生涯末年嗎 因為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所以在做困獸之鬥 但是這樣子的一種 背詢打詢的品質 基本上是民主之詞 枉費當初民主進步黨 還要爭取這個真正的自由跟民主制度 結果當自己掌權了之後 沒有得到社會多數的祝福 然後就直接指定了 這樣子的一個行政院長 等於是一個派系分章 權力分配的一個狀態 是是 許婷 因為那個我剛剛聽到就是說 有些網友反映說 他們沒有看到昨天這個畫面 那現在請許婷在線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到底有多嗆 好不好 來 行政院承諾的最低基本工資法 到底什麼時候會送進立法院 侯孟凱狂追問 但蘇貞昌給不出具體時間 雙方貨報開啟 最低工資法為什麼還送不進來 過了兩個會期了 對於勞工的照顧 從沒有懈怠 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我正在答悟 什麼 你就不好好聽 變長 你以為你在跟民意代表嗆聲 我說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嗆聲 一次來都是講空話 什麼地方講空話 剛剛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哪一句講空話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剛剛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哪一句是空話你講 雙方越講呼氣越大 沒想到蘇貞昌還當場嗆了這句話 侯夢凱媽媽過去是資深立委郭素春 翻開紀錄她曾經把蘇貞昌當場問賞 你是不是現在為了你的總統入門票而衝衝衝 各位我們在北北官對我這麼關心 沒有啦你巾東官你不是台北官 你是拿我們那裡做過客做管長這樣 過客嘛 你一樣講到這樣 比較有比較超過 沒有啦 超過就對了 當初被媽媽問傻 如今找兒子問候媽媽 大院長的特殊風格讓不少人看到傻 記者張正銘陳宇榮特別報導 好 許婷我覺得那個素春委員 他現在在家裡一定很生氣 他很想親自去執行 有沒有覺得說院長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快要被換掉 乾脆就豁出去了 那是什麼都能講口無遮攔 我認為以政治人物的標準來看 他情緒控管是有問題的 我就直接這樣說 因為成熟進步的民主國家 這個在國會殿堂裡面 這個做大官的 如果達詢是用這樣子的態度跟 這樣施言的話 他們是會被要求負起政治責任的 那個民意會群其譴責 讓這些人去引救下台的 不過顯然蘇貞昌用很嗆的方式 想要用這種脫皮無賴 那種嘲嘴的方式壓制立法委員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當然這個醜態屢次展現 然後他也拒絕負起責任 所以我講這個已經是完全 我就講他是一個窮途末路 懸崖邊上的毒夫 但關鍵是誰給他這樣子的權利 是誰縱容了 我們的國會可以讓這種大官 這樣子反質詢 而且用這種非常沒有水準的方式 你看他說他要回答 講的都是空話說什麼 我們對照顧從來沒有在懈怠 他在浪費立法委員的時間 當立法委員打斷他的時候 就借故跟人家吵架 這就表示他自己沒有準備 答不出來 然後就要用這種奧博 然後試圖去拖延這樣子的時間 非常的沒有水準 非常的糟糕 那我常在想就是說 就說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行政院長到底怎麼好意思 好意思還留在位置上 我講這個叫做圍繞不尊 你看他回答洪孟凱質詢的時候 還講到他的媽媽 那表示你蘇貞昌當然也是大前輩 那你大前輩又做大官 你怎麼會沒有一點點像模像樣 那個政治人物的厚重度 全部都沒有了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好意思在這個地方反質詢嗎 我覺得洪空海委員答詢答得非常好啊 他說我沒有問候你女兒 你為什麼要問候我媽媽 我覺得非常奇怪 這表示蘇貞昌是完全沒準備 第二個是心態上完全失衡 第三情緒控管完全不及格 這樣子的人沒有資格 繼續擔任我們的行政院長 但是我們的制度 給予了總統過大的權力 可以隨意指派 所以如果人民想要遏止這樣子的歪風 今年選舉的投票非常關鍵 必須要給執政黨一個教訓 才會讓這些人重新找回謙卑的價值 許婷你自己其實也是議員 我想問假設你在質詢的時候 你被你質詢的這個官員 就是如果是這樣回答你的話 你自己的狀況 你會怎麼回應啊 如果是 虛應故事試圖逃避主題的話 或者是浪費議員質詢的時間的話 我會要求主席制止他 不過這件事情國民黨的委員用過 結果顯然游錫坤是 黨議大於議長的位置 所以好像沒有什麼用 那如果是 如果是他又惡意要挑 那要挑釁或怎麼樣 我意義上我是會發表的 我不會跟他客氣的 但是我只覺得 你看我們每一 你看我們只有一個 比如說以議會來講 只有一個市長 但是有60幾個議員 國會養一個院長100多席立法委員 這個本來就是立法權是分散的 行政權是集中的 所以行政權的那個人 本來就應該要謙卑 他應該要忍讓 這才是民主的良好素養跟習慣 結果我們這些人濫用這樣子的權力 然後囂張跋扈 為老不遵 那這真的就是只能靠民意的力量 去把他們拉下來 謝謝許廷 因為其實薛靖言的傳聞 也就是說 假設民進黨這次選舉選不好的話 可能內閣要改組 大概蘇貞昌 因為這件事情心情真的不太好 所以就像你講的情緒空間有一些問題了 可能他大概失眠還是之類的 乾脆不準備了 直接都是用吵架的一個方式 今天我們也謝謝許廷 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跟我們來分享這個話題 畢竟許廷也是這個 質詢火力非常強大的一個議員 也祝福你今天一切都順利了 好 謝謝主播 謝謝大家 謝謝許廷 海皇鮑魚乾貝XO醬 他是長時間的 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 他是雞肉 牛肉 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我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